长实集团01113执行董事赵国鸿表示,在量化宽松措施下,市场资金多,相信新春服供后,楼市应有一段时间兴旺,未来住宅供应少。 发展商开价会略为进取,但去年新盘数量多,开价也不能偏离市场太远,预计今年本港楼市平稳,今年楼价在5%波幅内。 赵国鸿表示,疫情对香港楼市没有太多影响,楼价不会因疫情改变而显著波动,不过疫情完结后整体经济将好转,市场气氛也会跟随向好。 新春期间整体新盘成交相当理想,认为市场上不论大众想车盘或豪宅,入市意欲也积极,赵国鸿又相信,政府放欢难揭成数机会不大。 因目前楼市仍暢旺,政府或担心放欢后给予错误信息,令楼市飙升,集团今年初推出波老道楼盘招标。 赵国鸿表示反应踊跃,客户入市态度积极,他们也认为豪宅招标制度公道,因价高者得,单位供应不多。 第二季会推出洪水桥项目,第四季推出黄竹坑站第三期项目,希望年同货美今年推出约2000个单位。 但暂时没有估值,而过往集团每年卖楼约200多亿元,约市旺可达300亿元。 开价要视乎市况,附近楼盘销售等。 赵国鸿指,集团今年会更加积极取得地皮,会视乎手头组合。 有哪些可更改为住宅?天水为两栋酒店正向城规会申请转为住宅? 基本上应获批准。他又指,集团财政实力充裕,倾向自己独立发展项目。 约市建局,港铁有项目推出,会踊跃参与。 约市建局,港铁有项目推出,会踊跃参与。